中華之棒在台北大巨蛋的開幕周 繼三十號的龍園戰之後 三十一號則是繼續進行龍象戰 由魏全龍對戰中信兄弟 中止大巨蛋例行賽的歷史守轟 在舞局上出爐 這一棒曾宋恩掃到了左外野的位置 來看一下球到底在哪裡 大巨蛋的第一轟出來了 余祝曾宋恩要歷史留名了 曾宋恩從魏全龍先發投手王維中 手中夯出陽春炮 而余祝這天四個打樹有兩隻安打 另一隻則是更早出現在二局上半 而且是團隊在新賽季的滴安 曾宋恩第一球出棒在左半邊 恰暴逼的安打出現了 現在繞過一壘之後 全力的加速要往二壘來推進 張若銘把球趕快回傳到內野 中信兄弟在終止三十五年的第一盞打 余祝敲出了長打 敲出黃山軍賽季首安 以及大巨蛋例行賽首轟 曾宋恩獲選為本場比賽MVP 但是中信兄弟最後一個半局 贏得有些驚險 只要再抓一個出局數 就能夠結束比賽的黃山軍 中外野手岳振華狂奔 但還是沒能將球抓牢 這讓陳品傑跑上二壘攻佔得點圈 已經錯過了一次收工機會 可不能再錯過第二次 這一棒在中左腕方向撲下去 哇 岳振華 岳振華太不可思議了 岳振華再見美濟皆殺 從慢動作來看 他的手套是貼在草地上 將球攔截 戲劇性的幫助中信兄弟 以三比二一分之差贏球 黃山軍在台北大巨蛋 搶下歷史守轟 也拿下賽季首勝 華視新聞林一文報導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